北京时间5月9日,在刚刚成功扩转的全国锦标赛中,哈尔滨女队以60比0横扫广东女队,创造了一个开赛以来最悬殊的比分。 赛后,哈尔滨女队发致歉性,表示并非不尊重对手,而是为了纪念当天以外去世的前国家队主教练,即少年正好60岁,想赢多少就能赢多少,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友谊赛,而是全国冰球锦标赛。 这个尴尬的比分不仅张显了的实力,更揭示了中国冰球水平严重不平衡的现状,不是细耍,是纪念,可以肯定的是,哈尔滨女队的实力是远在之上的,到比分获胜也正常。 但相对于正常情况下个尾数的比分,60比0显得有些不可思议,对于这场类似细耍的比赛,再后除了队员称就是给小学生上课吧。 哈尔滨领队还透露,是因为纪念当天以外去世的前国家队主教练王金刚,即少年正好60岁,冰球运动的运动员的要求可谓极高,运动员基本都是童子宫, 因此对于从罗防冰球跨下而来的广东女子冰球团说,对了哈尔滨的无异于幼儿与中青年比赛,用哈尔滨队队员的话来说,我们很尊重对手,不愿作假,所以全力以赴, 过去我们钢筋队时,成年队就是这么来给我们上课的,今天我们也是把广东队他们当小学生的。 在冰场上也确实如此,赛会领导以及各队领队,作为哈尔滨队的领队,相对我们与广东队的比赛比分作出解释, 我们不是进入队就使劲打,紧强队就退缩,无论是球员还是哈尔滨队的每位教练,都非常尊重对手,尊重赛会的专业冰球人。 但是今天这个比分事出有因,哈尔滨队领队则给组委会发去道歉信,透露全队拼命进球打出60比0的比分, 还有另外一层原因,是因为我们最敬爱的冰球老前辈,全国冰球管理者王金刚,在退休欢送会上先葬地突发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 我们最敬爱的冰球老前辈,也是我们哈尔滨非常出色的老教练,更是我们哈尔滨乃至全国冰球,冰湖很专业的管理者王金刚同志,在他退休前的欢送会上先葬地突发,永远离开了我们, 像年六十岁,我们打出了这个比分纪念以下,希望能得到再会各位领导及全体裁判的理解,更希望我们的兄弟队伍广东队给予谅解,细思几口,难得这次哈尔滨队,无论碰上,谁都会给对方这样的一个比分,都是过去热的祸。 全国冰球锦标赛,是国内最高级别的冰球比赛,每年举办一届,而本届比赛作为冬奥会前的重要练兵机会,吸引了来自全国十二个省,区,市到二十八支队伍前来参赛,是全国冰球锦标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比赛。 然而,恰恰是在这样的阔军中,出现了历史最大分叉,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冰球在全国发展的不平衡。 本次比赛最选也得只出现了众多的南方球队,除来自重庆、志泉、湖南、广东等地的队伍,而女子组比赛九支队伍,有四队来自南方,显示出了冰球运动在南方地区,正逐渐受到重视。 然而,冰冻三选非一日之行,群里的差距让比赛显得不伦不类,有的南方球队自处成建制的主人,如在前蔡林时成立的湖南旅兵、重庆南兵、浙江旅兵等,大多数或全部来自哈尔滨或齐齐哈尔,有的跨点跨向悬菜,将轮滑冰球的运动员拉过来探测,如输给哈尔滨六十分的广东队,然而,轮滑冰球并不得重视冰球, 尽管装备看起来类似,但最核心的脚下滑冰鞋不同,便决定了轮滑冰球打得再好,上了冰场便如同邯郸宣布,几奇哈尔队一位教练坦言,冰球队从娃娃开始变起,我们队中现在最晚开始打冰球的,也是在七到八岁,最早的以五到六岁, 而且随着身高变化球杆长度变化,也会引发技术动作变化,所以十七到十八岁时,再要开始从事冰球运动,基本不可能进入到的专业队中, 这也间接说明了广东女兵大比分势力的真正原因,就算要从轮滑冰球转向,也得重八岁开始, 网易刊登此文仅出于传奇信息之目的,绝不代表网易赞同其观点,或正式其描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